大家好,歡迎來到Prox Academy,我是Alfred 今集會和大家講一個,其實是兩個條例來的 在蜜蜡這個世界經常都聽到的 就是Perfect Key和Perfect Key C時和公時,3分鐘後大家一定會明白 要解釋C時和公時就要提到加密學 加密是一個干擾信息的過程 來確保指定的人才能看到你的信息 加密學不是什麼新技術 幾千年前,凱撒大帝已經在軍事通訊上用加密的方法 他加密的方法就是把每個英文字母 在字母表上左移三個位置 對於其他人來說,看上去都好像亂碼 而唯一可以看得明白這個信息的人 就是他們分享了這個演算法的人 又或者可以破解這個演算法的人 當然,按照現代的標準 凱撒的密碼非常容易破解 在現代我們是通過互聯網發放信息 假設Peter想發給Amy一條信息 因為我們處於一個未經加密的網絡世界 總是有第三方在處理我們的通訊 意味著,Peter到Amy的通訊途中 任何人只要有這個動機想去看 都可以對信息進行攔截或閱讀 就好像我們傳明信片出去 如果有警察想去看 其實他可以閱讀到那個訊息 但如果Peter發的訊息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例如他的視線卡 他不想讓每個人都看到 那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令Peter 通過未經加密的網絡 發訊息給Amy 但只有Amy可以看到呢? 這個方法就是私事和公事加密 Private Key和Public Key 兩個都叫時 Key是會令到有人混淆的 更好的理解 其實我們可以把公事的Public Key 理解為一個鎖 因為公事的用途 其實是在訊息上進行上鎖 即是加密 而C時的Private Key 就真的好像一條時一樣 用於解密訊息 這裡有一個重點 Private Key和Public Key 一定要是一對的 即是Public Key A 必須要對應Private Key A Public Key B 即是Public Key A 即是Public Key A 這個鎖 只有Public Key A 這條時才能開到 至少它稱為公事的Public Key 是因為它可以公開分享出去 因為只要擁有Public Key 是沒有辦法逆向追查到Public Key 回到剛剛提到的例子 只要Peter和Amy 都透過加密學 申請了他們各自的Public Key 而他們用自己的Public Key 只要Generate對應的Public Key 之後他們再交換對方的公事 Peter 將他要發給Amy的訊息 用對方的公事加密 而Amy 只需要用自己的C時去解密 而如果Amy 想送信息給Peter 例如他想送他自己的閃卡作為回禮 他只需要用Peter的Public Key加密 Peter 就用自己的Public Key去解密 這樣第三方便沒有辦法看到裡面的訊息 你可能會好奇 那這些與區塊鏈有什麼關係 記不記得哈希咸數嗎 前面提到的Public Key去Generate Public Key的過程 其實就是利用了Hash Function運算的結果 而加密貨幣的錢包地址 其實就是Public Key經過Hash之後的版本 即是說每次你想送你Public Key 給人的時候 對方送你的Wallet Address 就是經過Hash Function之後的Public Key 而只有對方的Public Key才能夠開啟到 公司時加密這個技術 被應用於可以建立一個可以驗證的交易系統和歷史數據 正正是这一点 是令到我们有机会建立一个 建基于全球社区真正对中心化的系统 多谢各位 下集再见